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守派的势力就是保守派的势力本身是个大日子 是个好日子 美国就出现一个在我眼睛里出现一个在时间为背景之下的一个转变 而在对等的都是头一天说 而在另外在中国大陆谁都没想到彭帅这个事 彭帅这个事今天把习近平给整惨了 这是真正真的是把习近平整惨了 彭帅这种事情发生了 跟他拿出来的东西我们都看过 在中国社会坦白说那不是新闻 鸡脚嘎栏遍地哪里都是 他唯一的新闻就是他两个人有名 对吧 一个是张高丽 一个是彭帅 两个人的名气大 而名气正好这么去对应的 对应的就是说张高丽点不点不怎么会点不成一个中国的网谈的一解 这就有点对不上 年龄差距又大 年龄差距大一点都不是问题 中共的官男人的官从上至下到外头淘气的 没有找大妈的谁也不会找大妈 对不对 大妈在外头上放风 他都觉着给自己丢人 我怎么找这么老太太放风了 所以年龄不是问题 问题来自于彭帅所写的东西 他就变成了彭帅写一句话 你玩完你牛脸就走了 你耍完你就走了 这事彭帅撂了这么一句话 但是通篇的内容 其实可以看出来这是两个人个人的事情 两个人个人的事情 那彭帅自己这样的方式去做 在不长的文章里两次说自己是坏女孩 蛮对应的 坦白说蛮对应的 所以张高丽倒霉 彭帅耍一把 其实都是人之街头巷尾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街头巷尾 各自按照自己不同的消费水平 和官的权力的大小 有名没名 漂亮不漂亮 是分门别类 但做的事情的宗旨 它核心的部分 根本不是新闻 北京话就是一个屁大点的事 还不如人家拜登在这个 查尔斯王子面前 他太太面前放那个屁 放的长的 这真的是个屁大点的事 但事情出在哪呢 事情出在了中央电视台 这中央电视台呢 一个是出在了WTA 那世界女子网球协会 女子网球 所有国际的体育组织 都要仰照中共国赚钱 所以体育兴邦是花钱买来的 体育兴邦是花钱买来的 但这是在中共 毛泽东死了之后 走出来的一条路 那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刚刚恢复高考的人 我们是先驱者 男子足球队 女排 男排 那是当时我们真正参与的 那就是走在最前头的 走前头很多都没了 都死了 都死了 女排很多人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背景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体育农会 就中共国花了大钱 去养着国际社会的体坛 那国际社会的体坛 你看看NBA 你看看那些自己卖肉的 NBA的很多球星 就是卖肉的 它基本的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为什么 中国有钱呢 你惹他干嘛 你 对不对 那中国有钱 我去打球 我打一场 挣了50万美元 是不是卖肉的 所以在这么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WTA呢 还向中共国说不 它的原由很简单 原由是大疫情来之后 中共就把国门全关上了 你爱谁谁 我都不让你进来 还挣不着钱了 没钱赚了 这病毒又没完 那人家不就回归正常了吗 是不是 就从凉了 看见 不好听 还真的就从凉了 所以WTA的做法 那是石破惊天 没有 这么多年都没有 你看NBA那个 那个不咋地 那个叫不出价了 那样 所以WTA明确讲 你得告诉我 你得跟我说 这彭帅在哪呢 是WTA挑剔的事 结果呢 谁想到中央电视台 你出什么头啊 你出头的 你比如说国家网协 中国的国家网 网球协会出头 这个正当正当防卫 天津网球协会 对不对 或者网球管理局出头 这是你规口管吧 而他是个人的事情 你单位一出头 那说明 这是一个管制的社会 这是很简单的 因为他是一个个体球员 职业球赛都是个人的 职业球赛 他的教练 他的他的体能教练 这个教练 那是他自己花钱请的 他花钱请这些东西 消费用都归他 你哪能去占有他了 但是在中国人 中共国环境下 很多中国人分不清 其实在现实的环境中 太多的去伤害个人 太多 即使那些被伤害的人 同样是伤害个人 就像孟宏伟的太太 孟宏伟的太太站出来 说中共是妖魔 然后讲他被迫害的过程 你自己的先生是迫害别人 一路走到今天 这个女人 没有任何廉耻的概念 没有能力去反馈 当你讲出这一切的时候 就是你家今天遭此劫难的根本原由 报应 今天的人没有这个能力 他的能力只看自己 只看自己的钱财 所以出了这种事情 那中央电视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呢就把就把彭帅给代表了 你中央电视台代表什么彭帅 一代表 手榴弹炸猫坑 手榴弹炸了天文广场的猫坑 一下就崩出来了 一崩出来 崩得这个习近平从脑袋到屁股上下 他全是这家屎汤子 那中央电视台还不干 崩了一下吧 又崩第二下 星期五 就是都是星期五了 星期五呢 他又拿出来中央电视台的一记者 是这个这个彭帅的一组照片 彭帅一组照片 彭帅跟小熊维尼一起照的照片 他中央电视台给弄出来了 你啥的意思 你们一起毁人习大大 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 这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他自己有推特账号 但他都是政治任务 他说是从彭帅的朋友圈 微博的朋友圈里面 拿出一组照片 来表示说彭帅现在很健康 在家里休息 后面的那张照片 就是这个彭帅 我不知道是在迪斯尼 是在哪 跟那个大的小熊维尼 靠着肩靠肩照的照片 中央电视台记者来的 你这不就挑战了习大大 你这个公开挑战习大大 对不对 这是违法的 那你现在在微信上 发一个小熊维尼 立刻给你封了 这张照片违反当地法律 他都这么说 那你为什么这么干 所以彭帅这事就变得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他自己不说 又说都是别人说 他很健康 他很快乐 他很幸福 然后因为跟小熊维尼出来了 你打到这份上 这可就没有 彭帅这个事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就像我说的 手榴弹大大毛坑 你就积起门 民愤了 就见了习近平一身了 联合国要求中共国提供彭帅下落 你说他招谁惹谁了 这就成为了国际大事件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住在我不知道是在洛桑 还是在纽约 办公室发出正式声明 要求中共当局提供彭帅的现实的状况 身体状况跟现在的人的状况 那什么意思 他不相信任何 他认为彭帅可能被消失了 对不对 那你要这么干的话 那彭帅消失是符合中共的道理 星期五下午 他白宫也说话了 白宫说话说 对彭帅深切忧心 人原文是这么解 对彭帅深切忧心 那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提供完全可以论证的 完全可以证实的 完全可以被人们相信的 能够完全接受的证据 表明彭帅很安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世界网谈 就是女子网球协会 女子网球协会 全球网球协会 国际奥委会 联合国 白宫 白宫讲这件事情 讲了老长时间了 那个发言人可能说了 就走到了今天 我们星期日看到的笑话 就是我们星期日看到的笑话 彭帅捧着功夫熊猫 把后的这个小熊维尼 给弄出来了 今天最早到今天最倒霉的 就成了习近平了 习近平怎么交代 我们不知道 怎么交代不知道 但是他形成了一个场面 在一个完全 大家忽视的背景之下 变成了彭帅 是让习近平最难堪的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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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